俄羅斯的總結,我每天都會這樣總結 總結四點,包括戰事、談判的結果、制裁和效果、展望 我們講講俄羅斯戰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事 城市第一個就是在戰事上 俄羅斯的推進比預期緩慢很多 現在還未攻佔烏克蘭的大城市 小城市是有的,但大城市還未攻佔 第二個就是俄羅斯的後勤補給 看來是比預期差,就變成前市士兵出現缺糧的問題 甚至是士兵需要去搶掠出市場 當然在搶掠過程中,他們很有禮貌 但都可以表現到後勤是不夠的 現在我有一個車隊,一個五公里長的補給車隊 包括補給炮火、坦達車、Canon、自炒榴彈炮 也已經補給了一些燃油或食品 大概車龍長五公里 現在已經穿越了白俄斯和烏克蘭邊境 已經去到基庫外圍 去補充被基庫外圍集結的幾萬俄羅斯士兵 這個可能直接補給完成為止 當士兵有了足夠的裝備 以及有了士氣軍心之後 可能才會再進一步對基庫的法律總攻擊 究竟沒有法律總攻擊 當然也會看見談判的結果 或者看見談判的進程 我相信烏克蘭也懂得掌握節奏 而西方也決定 將在西班牙馬德里上空的雷達站 將他的雷達資訊和烏克蘭軍方分享 讓烏克蘭軍方更加掌握俄軍的活動 昨天傳出烏克蘭有五公里長的 其實並不是攻擊部隊 而是後勤部隊 而是補給部隊 也就是說 是早糧上星期六至星期日 攻入了去烏克蘭搜多基庫西北部的部隊 接著就開始包圍基庫的部隊 其實不足夠糧食 因為他還沒進入市區 拿不到糧食 他的外圍其實不足夠糧食 結果現在他有五公里長的 昨天早上 香港時間早上 就說 大約距離幾乎六十公里 就是說 大概走多三個多鐘 他們就會到部隊的一個住宅地方 或者是部隊現在集結的地方 當他有了一些補給 有了一些士氣 有了足夠燃料 甚至是軍備的補給 我相信今天可能 俄羅斯會對基庫發動的攻擊 是會比起昨天和前日劇烈的 好了 接著就是有一個特別的 修伊古其實應該面對很大壓力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因為他久攻不下 攻勢是有的 但是進展非常非常緩慢 烏克蘭的守軍殺得很好 烏克蘭的射很高 他可能會被迫選擇更加殺傷力 更加針對平民的方法 去盡快在戰事中 拿到他的效果 否則他可能會被普京動爆 好了 接著我們講講談判 戰事之後我們出現談判 昨天原來在四小時內進行了三論談判 這個談判並沒有破裂 而且大家回去和領袖和有關官員開完會之後 會再盡快見面談判 已經出現了三論談判 好了 第二個就是在談判的過程裡 普京其實有一個要求 公開講了 第一個就是要求烏克蘭解架 即是不准有武裝 解除烏克蘭的武裝 第二個烏克蘭要變得中立 第三個烏克蘭要承認 克里米亞獨立地位 比我估計是少了地方 因為估計除了 卡里米亞之外 不是獨立地位 是屬於俄羅斯的地位 我覺得頓巴斯地區可能會出聲 但是暫時 是普京沒有說 不過可能在談判裡面有 另外就是 談判也令到俄羅斯的金融市場很緊張 這個其實就是伴隨著 因為制裁 但是談判也令到西方的金融市場 穩定下來 又開始停下來 開始平穩一點 另外談判制裁 出現了制裁 和造成的效果 西歐和美國不斷不斷制裁 最新的制裁 昨天發生了 就是Swift系統 有五間俄羅斯銀行 和一間央行就影響了 所以那些銀行已經做不到信用卡 做不到Google Pay 用不到Google Pay 用不到Apple Pay 另一方面 俄羅斯人也不能夠外匯 俄羅斯也說要用核彈威脅 之類 制裁有什麼效果呢? 第一個 俄羅斯奴報貶值 由1美元對85奴報 貶值到1美元對1805奴報 貶值了25% 俄羅斯出現了總統令 普京下令 不准允許允許的外匯 律簽幣 而俄羅斯人現在只可以 屬用盧布 亦都出現了劑提現象 俄羅斯人排隊 拿出來 因為他們的生活需要現在錢 之後 市民出現了很緊張的情況 歐洲最一步制裁 俄羅斯的官員 但到現在的制裁令都不包括軍事人員 不包括軍官 不包括發動攻擊的軍事人員 另外有一個我之前說過 比特幣一定會升 結果真的會升 他一碰SWIFT 比特幣就動了 比特幣曾經在開戰之前跌到37000-36000的水平 在開戰時間停了38000 現在比特幣升到43500美金 大概升幅主要來自出現SWIFT制裁 即是星期一開始出現一個比較直線的升幅 相信比特幣有機會 是有機會衝破45000這個比較難過的關口 只要俄羅斯局勢緊張 比特幣是有存在價值的 所以比特幣有機會衝破45000 另外俄羅斯未用到歐洲最怕的招去回擊 俄羅斯論軍力是不夠北約的 北約總共有500萬軍隊 而俄羅斯只有100萬 所以俄羅斯是不夠力的 如果真的打 俄羅斯一定要拘捕民國 但會不會這樣打呢 是不會的 歐洲說明是不會參戰的 但俄羅斯其實已經拿了核彈去嚇大家 但核彈是否歐洲最怕的呢 不是的 歐洲最怕的不是核彈 歐洲最怕的是俄羅斯隨時停止天然的供應 但俄羅斯到現在 都未在天然氣供應上有所動作 或者有所要脅 所以暫時來說 俄羅斯未打完手上的牌 因為其中一個最惡的牌 不是說核子彈 因為根本不會用的 最大力的牌是騷擾天然氣供應 這個情況暫時未出現 好了 接下來展望 展望很快就會繼續和談 和談希望有進展 也希望 我之前說的 法國總統馬克龍出現了 他加入了和談 他跟普京又講電話 普京又告訴他 和談會怎樣 馬克龍開始插手 希望白俄羅斯組織的和談 盡快有結果 盡快停止新令淘汰 究竟一個星期內展望有好結果 即是說和談有結果 可以去到停戰 最少去到休戰 是有幾大機會 我都覺得六成 即是說 現在他應該在consolidate 回去談談判裡面的策略和籌碼 可能我們明天後日 就會見到他們再會見面 再會談判 可能這次談判 是有機會談停火 希望一個星期內 可以達成停火 甚至 好戲劇性的結束戰事 最少先做到停火 希望一個星期內 六成機會 是有結果 即是會獲得進展